我是CY 在馬來西亞生長20年 來台灣生活已經六年半了 剛到台灣的時候 有非常多東西 是我非常驚訝的 台灣的垃圾這樣丟 便利商店超級方便 台灣的環保非常棒 交通也非常方便 剛剛我講的這些東西 是我剛來到台灣的時候 已經驚訝完畢了 我在台灣待的有點久了 當我回到馬來西亞 來回顧一下我在馬來西亞時的一些想法 是有衝突的 就像在馬來西亞 如果你遇到一些不公平的待遇 你就會吞進去 政府做得不好 我們也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或者是扁一隻眼 但在台灣 我覺得很妙的事情是 人民覺得不公平 人民是可以發出聲音的 罷工高層態度長硬 不鬆口底下員工分選兩邊 我們趕快去講笑嘞 會 會 會 我到熊 我到二 因為滿溝宇做不好啊 高雄是民主勝地 雖然我覺得有點太超過了 有時候真的蠻超過的 你知道言論自由如果太自由的話呢 也是蠻麻煩的啦 就是你要打到一個中間詞 ok 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我來到台灣之後呢 覺得馬來西亞人不用再委屈的三個點 先放慢腳步 在開始影片之前呢 我想要先給你們介紹一個 我最近蠻常用的一個東西 就是這個 North VPN VPN就是可以更改你的網路IP帳號 你們還聽不懂喔 沒關係我直接示範給你們看 ok 首先我先登入我的會員帳號 然後我想要跳去韓國的IP直接變 我想要跳去馬來西亞的IP 哇 那你的IP帳號 跳來跳去有什麼好處呢? 第一 網路會更安全 如果有人要hack你會加倍困難 因為他想要找你的IP帳號都找不到 第二 Netflix可以看到更多 比如說你在台灣的IP找不到 John Wick漢威人物 你直接IP跳去澳洲 馬上就找到了 更何況North VPN非常便宜 一天只需要3塊台幣 一個帳號呢可以用在6個裝置 你可以一個裝置用在這裡 一個在電腦 然後其他的4個給你的朋友啊 家人或者是跟他們一起分擔這個費用 現在是2020年的網路時代 我們的網路有非常多的隱私 沒有辦法預測你對面的強果 什麼時候會健康你的網路隱私 不要怕 因為North VPN呢 它是歐洲公司做的 你可以不用怕訊息會被洩漏 不然的話如果你的Line Email IG Youtube 跟Hack的話 你不要哭著後悔啊 使用North VPN如果你已經付了錢 然後你在30天內不滿意 不喜歡的話 你可以申請全額退款 但是有誰會不喜歡隱私喔 有興趣的朋友們 可以在下面的資訊欄那裡 點那個連結 回來 回到主題的終點 我剛剛有跟你們講嗎 剛剛還沒講 再講一次 哈囉大家好我是CCY OMG 大家我今天又做這類型的影片了 其實我真的沒有想過我會做那麼多有爭議的影片 但是我在前幾部影片呢 我看了留言之後 我真的是忍不住 OMG 我的出發點 原本只是要分享給馬來西亞的朋友 知道一下台灣的疫情啊 是怎麼樣防備的那麼好的 幾個留言呢 我看了之後就覺得說 OMG 為什麼馬來西亞人的想法是這樣子的啊 馬來西亞朋友們先不要罵我 我其實以前也是跟你們有一樣的想法 我只是覺得在台灣學到的這些東西 蠻棒的 所以我想說可能你們也會有興趣吧 你們應該不會覺得說是因為前幾部的爭議影片 點擊率非常好 所以我才想繼續做下去吧 應該不會這樣覺得吧 好啦說真的 真的是因為點擊率好 我才有辦法繼續做下去 當然蠻開心的啦 就是做自己喜歡做的東西的同時 也有朋友們喜歡看 好啦 來我們進入主題吧 就是今天我想要跟你們分享的 馬來西亞不要再委屈的三個點 然後這三個點呢 是因為我來台灣之後才意識到 第一點 是馬來西亞人民不要再不敢講了 前幾部的影片呢 就是講關於馬來西亞要有言論自由啊 可以多分享想法啊 然後有非常多的網友 他們是蠻認同我 但是不要我講 因為怕我生命危險 但是我想要跟你們講 就是你們可以不用擔心 因為我覺得我講的尺度 沒有到非常誇張了吧 是吧 我的終點每次都是希望馬來西亞變得更好 我也不是說馬來西亞的華人要變得更好 我們來一起來 也不是啊 我的講法一直都是希望全馬來西亞 包括華人馬來人印度人都可以變得更好 我的出發點是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我的尺度還拿得OK 第二 治安不好呢 不要再妥協了 很多馬來西亞人已經把馬來西亞就是這樣 這個思維放在腦袋裡面 我覺得是非常危險的 治安是Hierarchy的最底層 我覺得這個是最重要的 我去年跟迪達宇婷去馬來西亞玩的時候呢 然後我的包包被搶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到這個影片 可以到右下角連結看一下 從小到大 當我們在馬來西亞發生什麼危險事情的時候呢 我們的家人都會關輸我們說 哎呀都是你不小心啦 你為什麼要這樣子喔 那搶匪咧他們沒有做錯事嗎 那警察咧他們工作不是要去抓這些搶匪嗎 為什麼東西都是我們人民的錯呢 我覺得 好委屈喔 當然我們的東西要保管好 這個東西是我們都要盡可能的做到 但是如果今天你已經把東西保管得很好了 然後有人還是過來搶 那還是你的錯嗎 這樣子講就不對了 你知道我的經驗就是 我已經被搶劫了 我第一時間打電話 然後警察就是 不慌不急的就是 那你去警察局報案吧 然後我到警察局之後呢 完全沒有人的情況下 我還要抽號碼拍 然後還要等到5到10分鐘 我那時候心裡還是很急 不知道警察能不能調監視器啊 然後竟然去追蹤一下那些搶匪 然後把我的包包拿回來之類的 我身處還有這個想法 雖然我知道身為馬來西亞人的大家 一定知道說東西被搶就是沒了 但是因為我在台灣住了一陣子之後呢 兩年前雨婷的包包也有被搶過 然後當他一報警呢 兩分鐘警察就馬上到了 然後警察也盡可能的把這個包包找回來 雖然還是找不到 但是警察很盡力的調限視器 但在馬來西亞呢 就是一個以放棄的狀態 我去報案 那個警察跟我說 哇 你講那麼大字 你為什麼不跟他打起來喔 WTF 欸哈囉 我東西被搶了 你還講這種風涼話這麼 我們一定要發出聲音 跟警察說你可以好好做事情嗎 跟搶匪說你可以好好不要再搶東西了嗎 如果再這樣的話 我都想當個搶匪啦 喂 在馬來西亞當搶匪是不會被抓的啊 好啦 我開玩笑 不會我 偷東西搶東西是不好的 大家不要學好不好 第三 妥協政府部門的工作效率 你知道如果公家機關工作非常慢又很懶散的話 這也代表著我們國家的進步是很慢 馬來西亞是一個多元宗教的一個國家啊 每個宗教都要互相尊重 就像禮拜五 因為馬來人呢要做禮拜 所以中午他們會比較早休息 然後也比較早下班 甚至因為穆斯林非常保守 所以我們到公家機關的時候呢 要穿長袖 穿鞋子 長褲 我覺得這一些都是可以尊重的 但是服務差 懶散這個東西不能妥協 我覺得每個馬來西亞人民到公家機關辦事的時候 都有這個經歷 就是明明人也沒有很多 然後裡面櫃台的人非常多 但是他們就是還是很慢很慢的做事 很懶散的做事這樣子 我是有經歷過很多次啊 但是 但是 但是也有過非常好 非常快效率的時候不差 還是你們都經歷過非常快有效率的呢 你們可以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一下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去的那個地方比較慢 而且政府部門工作不好呢 有時候我們是不敢投訴的 因為我們怕投訴之後呢 他們就不幫我們做事 我覺得這樣子的想法也很不對 我覺得事情做不好呢 就是要投訴 而且這個投訴呢 不是說我們要賠錢要討回公道 不是 我們投訴是為了要有更好的服務 我們投訴是希望馬來西亞可以往前進步 可以讓馬來西亞的公家機關知道他們哪裡做不好 哪裡可以改善人民需要什麼需求 投訴應該是這個意思才對 而且投訴這個東西呢 要越簡單越好 如果投訴的這個流程那麼複雜的話 人民都會不想投訴的 因為我投訴我還要繞一大圈還要等一兩天 會因為投訴太複雜 就消滅了我們投訴的這個欲望 但是投訴不就為了大家一起進步嗎 如果讓投訴變得那麼困難的話 那服務怎麼變得更進步啊 最後我跟你們講我不是政治人物 我只是在做身為人民的一個責任 就是發出聲音 我覺得政府跟人民都有一個共同的目標 就是希望馬來西亞可以變得更好 這個目標 不要再扯什麼敏感的東西了 OK大家今天這部影片結束啦 但是這個議題還沒結束喔 我們會在留言下面繼續的一起討論好不好 2020年快結束啦大家加油 我們一起好好的利用最後的這幾天好不好